而說到這一次來參加大甲媽繞境活動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剛剛也講到其實大甲媽這行進的速度是非常緩慢的 包括在昨天要通過這個民生地下道 整個行程是delay了六個小時創下了最晚紀錄 不過還好通過這一集戰區的時候一切是非常非常順利的 你也看到董事長顏清彪親自就在現場來呼叫 也喊話說大家都不要搶叫 那當然在昨天是沒有人搶的 因為地方人士大家是輪流來扛叫 全部都是和和氣氣的 而最近消息就要告訴大家了 其實就在今天這個是大甲媽預計會駐駕在西羅鎮的復興宮 大甲媽繞境近三千姓狀 塞爆彰化市民生地下道周邊向媽祖祈求平安 政壇宮董事長顏清彪親自鴨腳 卵叫順利通過地下道現場歡聲雷動 往前走 大甲媽祖繞境原本預計六號晚間七點半通過號稱一級戰區的彰化市民生地下道 但行程大delay 直到七號凌晨一點四十分才通過延遲六個小時創下最晚通過紀錄 不過也由於大街上人潮擠爆 宮廟人員指揮隊伍前進只能大聲向信眾喊話 原警也嚴陣以待 因為過去大甲媽軟造行進彰化市民生地下道時曾爆發強調衝突 白狼也曾現身接轟現場火藥味十足 彰化警方不敢大意在彰化市民生地下道架起巨馬 部署六百名警力嚴陣以待 甚至四十多名原警更組成機動應變隊陪照 隨時因應暴力衝突事件 加上鄭南宮董事長顏清彪親自現身坐鎮鴨角 今年只花五分鐘 大甲媽軟造就順利平和通過彰化民生地下道 在林一峰掌滑報導